又到了为大家展示玩具的时间 瞧,这是红色的小鸟 它有着尖尖的嘴巴 尾巴上的羽毛是黑色的 那里有一位小朋友 他驾驶飞机向我们这里飞了过来 在这架飞机,前端有着一个螺旋桨 这一名小朋友头上还戴有着一顶帽子 那是汪汪队狗狗天天 天天正驾驶着摩托车 可以变形哟 这是天天 身后还背有着一个工具箱 天天的性格很活泼 我非常的喜欢它 变形着辆车子 零件向外张开 你们看 它变成了一个飞行器 可以在空中飞行 固定好了 天天要驾驶它出去执行任务了 这是狗狗天天 最喜欢帮助别人了 起飞咯 再来展示一圈 看看另外一边 那是可爱的小玩偶 它正在水上乐园玩耍呢 橙色小玩偶 它有着圆圆的鼻子 这是一匹马 马奔跑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哟 有着尖尖的耳朵 马的适应能力也非常的强 它在农场中也很常见 这是马 瞧 这是一只小海龟 绿色的海龟 海龟的四只 就像是船桨一样 它们的寿命非常的长 这是海龟 大家看 这是一只龙 头上有着脚 背部还有着翅膀 它还可以在地面上爬行 又可以在空中飞行 是不是很厉害呢 看上去有着好多鳞片 背部还有着突起 这是龙 它的牙齿和爪子也很锋利 现在它要飞走了 可爱的戴西 头上有着漂亮的蝴蝶结 带西是一只小鸭子 嘴巴扁扁的 我觉得它很可爱 这是什么呀 好像是一个机器人 绿色的机器人 绿色的机器人 个头非常的迷你 来看看这一个小玩偶 它的造型像是一只剑齿虎 身上还穿有着鸭甲呢 是不是很帅气呢 你们看 它长有着长长的獠牙 锋利的爪子 尾巴也很长 展示一下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下一次再见